我真的服了你了啊 啥时候能让我省心 开个车了还能 还能掉沟里去 不是 你确定这拖车绳 是这么绑的吗 咋不是这么绑的呢 大哥 咋的 哪有你这么绑拖车绳的呀 你这前脸不想要了 啥玩意前脸不想要 我一直都这么绑 你看坚实的很 这不打脸了 拖着冬的 我没买兔热钩啊 不用 我车上都有 在一个围里把红箱打开一下 哦 好 你看 在这个盖板下面这呢 都有兔热钩 这不就是吗 还是新的 都没用过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前包样杠上面 看到这一个小盖子 咱们轻轻往这一抠 就能给它抠开 这不抠坏了吧 坏了没有 给它拿掉 接着呢 把这个 兔热钩插进去 逆势针给它拧紧 这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拖着绳拿过来 你看这不是拖着绳吗 咱们对折一下 从下面这呢 穿过拖着钩 长的这一次啊 为主绳 短的这一次呢 为副绳 然后呢 从绳圈中 把这根组绳 给它掏出来 再用这个副绳 绕一下 对折 穿过上面的绳圈 此时呢 收紧主绳 这个方法叫弃子牛 只会越拉越紧 石头牛都拽不开 那你这绑那么紧 到时候拖完车了 怎么可以解开啊 你择下这个短子 一拉就开了 这能拽开吗 快快 是不是 一下就开了 那那 那这个车怎么绑啊 你看 这是一样 有一个小盖子 扣开之后呢 把它拖着插进去 然后呢 再用同样的方法 把车子系上你就可以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我是聪哥 关注我 这个还有一千个 记得知识